大家好,我是來自香港的周伯豪 很開心可以在這裡和大家聊天 這次來美國是在Reno 在Reno有一個演唱會 其實已經期待了這個演唱會很久 因為以我的記憶應該入行以來 第一次來到美國是有公開的演出 之前都是來美國拍廣告 或者一些拍攝的工作 但這次真的可以和美國的歌迷去見面 和和他們分享我的音樂 我覺得非常開心 所以其實不捨得離開 但希望下次有機會再來開演唱會 這次來到美國 因為可能是去Reno的關係 去的地方都是很好天 現在又在L.A. 所以整個天氣很曬 我都曬黑了很多 雖然有茶房曬 但也曬黑了 因為這幾天都是周圍走 這樣的時候就會在室外 其實平時在香港 做事也好 我自己放假也好 是很少在室外 這次的旅程可以在美國 吸收多點陽光 新鮮空氣 覺得個人健康 有 都有的 每次來到美國 都會有少少時間 可以讓自己去休息一下 但是 休息一下是因為要適應 這裡的時差 和香港的時差 但是其實 剛剛適應了 其實就要回香港 所以現在都有點奧路 沒辦法 回到香港都要繼續工作 自己在飛機試試不睡 或者回到香港再睡 這樣就調節一下 我當然是L.A. 當然也是因為我自己有看NBA 有看籃球 所以對於美國的哪個城市 是哪個岸 東岸西岸 是很熟悉的 由小到大到 我身邊的同事都問 為什麼你這麼熟 美國的地方 你經常都來 我不是經常都來 但是因為有看球 所以知道那些地理位置 是哪個地方 也都 就是L.A. 是因為之前 其實我來幾次美國 大部分都是來L.A. 來拍攝廣告 有些拍攝工作 所以這次應該 是第三次來到洛杉磯 希望吧 希望吧 因為美國都是一個遠的地方 當然我也知道 有很多我自己的歌迷在這一邊 希望會有簽名會 或者演唱會 都好 或者一個宣傳的tour 都會很開心 其實很多朋友以為我 是因為無特兒 而做了無特兒才入行 其實我不是的 我做了無特兒之後 去了一個 關於音樂的studio裡面 做一個engineer 在那裡學了寫歌 即是真正的音樂製作 再認識了很多不同的人 竟然是有機會才進來的一行 當然做model的時候 都會學到東西 我會覺得 對於我現在拍照 或者對鏡頭 各方面的東西 都會有所幫助 但其實我最直接入行 是因為做了一個engineer 在那裡學了一些音樂製作 再認識一些唱片公司的人 然後才走進去做歌手這個工作 我想是紅館演唱會 因為紅館是一個 對於我自己來說 一個挺具代表性的 一個香港表演的地方 能夠開到紅館的演唱會 也成績非常之好 也有很多自己的歌迷來支持 即是真的座無虛席 一個位都沒有的時候 就會感覺到 其實有很多人去支持我 愛惜我 我亦都意會到 我再要更加努力 才能夠 是一個好的報答 好的禮物 給我喜歡的歌迷 有很多 其實 郭富城 郭富城 Eron是我一個 一個偶像 學習對象 以我所知 他自己 每一天都會在家裡跑步 如果演唱會的話 都會一直 跑步來唱整個表演 而令到自己 有一個很好的體能 所以能夠在台上 兩個小時都能夠 一邊跳一邊唱 都不爽氣 那這個我覺得 非常厲害 我也會去加熱學習這個地方 那 我爸爸 我爸爸是我一個偶像 他做了很多事情 我覺得是一個榜樣 他的想法 他的價值觀 他的精神 都是我一直在模仿 以及一直都很崇拜他 他是一個很幽默的人 就算他的工作上 有多大壓力回到家裡 都會跟我們家人說笑 他現在退休了 在享受一個退休的生活 經常都會去旅行 我自己做他的孩子 做他的兒子 現在有能力 可以令到他 安享他的退休生活 我自己都覺得很開心 巧克力 陳奕迅的單車 紅館演唱會 做生意 嗯 Beyond 沖上文詩 中彩 中彩